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毕卡索《鸽子与小孩》和平的话部讯息 二,绿野仙踪电影《彩色奥兹的魔法旅程》 三,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命运敲门的乐章》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毕卡索《鸽子与小孩》和平的话部讯息 当然可以,亲爱的艺术爱好者们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毕卡索的《鸽子与小孩》 这幅充满和平讯息的画作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毕卡索这位大师 他不仅是一位艺术界的摇滚明星 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创新大师 他的作品风格多变 就像他的感情生活一样丰富多彩 《鸽子与小孩》这幅画作于1949年诞生 这一年,世界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缓慢复原 毕卡索用他的画笔,像是用魔法一般 创造出一个和平的象征 画中的鸽子,翅膀柔和,眼神温暖 他轻轻地停在一个小孩的手上 这个小孩的表情纯真无邪 彭复在说 看吧,和平多么简单 但别被这幅画的表面简单所欺骗 毕卡索可是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他知道,和平并非一世 这幅画其实是对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深刻反思 毕卡索将和平的象征 鸽子放在最无辜的人类代表小孩手中 这是在提醒我们 和平的未来掌握在下一代的手中 我们需要保护和培养它们 以确保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这幅画还有一个趣事 毕卡索的父亲是一位鸽子爱好者 所以毕卡索从小就对鸽子有着特别的情感 你可以想象 当他画下这只鸽子时 可能在潜意识里 他是在向老爸打个招呼 说 看爸,我还记得你的鸽子呢 总之 鸽子与小孩不仅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它还是毕卡索对和平的渴望 和对未来的希望的传达 每次我们欣赏这幅画时 都能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 提醒我们 无论世界多么混乱 我们都不应放弃对和平的追求 哦,当然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和鸽子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拥有了一幅活生生的毕卡索作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绿野仙宗电影 彩色奥兹的魔法旅程 各位亲爱的电影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那不让无数人梦想着 在彩虹另一端 找到奇迹的经典电影 绿野仙宗 The Wizard of Oz 这部于1939年上映的电影 不仅是一次视觉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奇幻旅程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住在堪萨斯的普通少女 生活在一片灰暗的农田中 突然一个龙卷风 把你和你的小狗 脱脱带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你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该减少一点 那些有趣的蘑菇的摄入量了 但不 这里是奥兹 一个真正的彩色世界 而你刚好穿着一双 闪亮亮的红色高跟鞋 绿野仙宗 是如何成为一部经典的 它的魔法 不仅在于 它是好莱坞最早使用 Technicolor彩色胶片技术的电影之一 更在于 它将一个简单的故事 转化为一个深刻的预言 多利斯Dorothy的旅程 实际上是每个人寻找自我 勇气 爱心 和智慧的隐喻 它的三个伙伴 稻草人 铁皮人 和胆小的狮子 分别代表了 我们寻求的智慧 同情心和勇气 但这部电影 也有它的趣味性 比如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多利斯真的听从了好巫婆的话 一开始就点了点红鞋 他就可以立刻回家 那整部电影 可能就只有五分钟长 当然 那样我们就错过了他在奥兹的所有冒险 包括遇见飞猴 和那个骗子无事 而且 我们也不会有机会 听到那首筷子人口的歌曲 Over the Rainbow 这首歌曲 不仅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更成为了希望和梦想的象征 绿野仙宗的制作过程 也充满了有趣的幕后故事 比如 原本饰演西木桥的演员 因为对银器过敏 而不得不退出 而那个著名的绿野仙宗 其实是用绿色的凝胶糖浆来制作的 还有 那些看起来非常可爱的飞猴 其实让许多小观众 吓得夜不能寐 总之 这部电影不仅是一次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它还提醒我们 不管你的红鞋有多闪亮 真正的魔法 其实一直都在你的内心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困难时 不妨想想 多利斯和他的朋友们 记住 有时候 你需要的一切勇气和智慧 其实早已在你心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命运敲门的乐章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位耳朵不太给力 但创作力惊人的德国老兄 路德维希 范贝多芬 Lodwig van Beethoven 特别是他的第五交响曲 又成为命运交响曲 Symphony No 5 这可是古典音乐界的 一块金字招牌 连你家的猫都能哼几句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那个著名的开头吧 当当当当 这四个音符 就像是命运之神 在敲打着门 或者是贝多芬的房东 在催促金 开个玩笑 贝多芬的房东 应该不敢这么敲门 这个节奏如此简单 却充满了力量和紧迫感 他在整个交响曲中 不断地出现 就像是一个 不断提醒我们的主题 逃不掉的命运 贝多芬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 他的听力已经开始衰退 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 他没有被这个命运打倒 反而创作出了 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这就像是他在对命运说 你敲我们 不 是我在敲你的门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让这部交响曲 不仅仅是音乐上的杰作 也是人类精神的象征 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开始于那个紧张的命运动机 接着是一系列的音乐发展 就像是在与命运搏斗 而到了第四乐章 音乐突然变得光明和希望 彭扶在告诉我们 不管命运多么严峻 总有光明在等待着我们 有趣的是 这部作品在当时 并没有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 可能是因为它太前卫了 观众还莫准备好 接受这种激进的音乐语言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命运交响曲 逐渐成为了古典音乐中 最受欢迎 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那个当当当当的时候 不妨想想 贝多芬那坚定的眼神 以及他用音乐 对抗命运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一部交响曲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 坚持和希望的故事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次命运敲门 是你用自己的方式 创造奇迹的时刻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毕卡索的《鸽子与小孩》 电影《绿野先踪》 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这些作品 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 传达出的深刻讯息和情感 毕卡索用他的画笔 向我们传达了 对和平的渴望 并提醒我们 和平的未来 掌握在下一代的手中 《绿野先踪》 则是一个关于 寻找自我的奇幻旅程 告诉我们 真正的魔法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内心 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则是一个关于 不屈不挠 和对抗命运的故事 提醒我们 勇气和希望 总是存在的 这些作品 不仅给我们 带来了美的享受 更是在人们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们教会了我们 对爱与和平的渴望 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所以 无论你是一个 艺术爱好者 电影迷 还是音乐爱好者 这些作品 都值得你去欣赏和思考 现在 轮到你们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